我以前是学精细的 后来回到家以后 到咱们这个四平调剧团 现在唱四平调已经有13年了 四平调在2000年以前是比较困难的 相当于便宁失传的一个状态 当时只有三个人到五个人 根本演不正细 所以在宾馆里给人截备的打造卫生 解决温饱问题 我们团有一个老先生 叫马黄老师 为了抢救咱们的这个曲谱 奔波了一生 就是想着让所有的观众都知道 咱们在一直努力 传承国家飞行稀有巨重 现在我们商丘四平调已经传承到第五代了 目前剧团所有的人加起来才三十多个人 刚开始做抖音咱们都不懂 播到了将近一个月左右 那会儿直播间观众达到了将近是六千到八千人 副团长当时说话的时候眼眶都红了 观众给咱们点赞打赏 都是对于咱们这个剧种的一种认可和支持 内心里边还是非常开心 非常激动的 现在我们团小薄公的扮演者是00后 为了保留咱们这个剧目和剧种 18年的时候 开始把咱这个小薄公拍成电影了 一传十十专百 让大家都知道 咱们商丘四平调 还在一直传承着 所谓的这个稀有剧种 稀有剧种 你这个没有观众了 那就是你没有生命力了 你传播稀有剧种 当然我也挺感动了 我看他这个节目 我也想说其他的一些个东西 我还传播这扇美呢 我都坚持一辈子了 你直播间你播了一个月 你就有八千人进去看 我都播了十年了 我八个人都没超过 是吧 我也总想这个问题 原来这是一种交易心和信仰之间的区别 如果是个交易心就觉得委屈 说我给你提供这个商品 你怎么不给我相应的一个报酬呢 可是这个东西时间久了以后呢 你不能怪消费者 是吧 说你这个这个我给你提供了这个东西 你都不给报酬 那就别提供了不就完了吗 你该干啥干啥去吧 什么叫信仰是什么呢 信仰就是有没有观众 我都非常强烈的热爱这个东西 甚至他会得富的东西 就是没有得来的东西 就是你打我吧 你来吧 打我吧 是吧 就是因为我热爱这个 或者就怎么样 你就打我 是吧 这个就是一种信仰了 而且在这里面 一言是乐此不疲 那一言在这里如醉如痴 这个就是成为一种信仰 这个 他既然成为一种信仰 就不会抑郁 就不会跳楼自杀 叫苦修苦行 来吧 打我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 你到底是个交易 还是个信仰 是吧 你要说你是个交易 你回报很高了 已经 你要说你是个信仰 一切尽在无言中了 说都没必要说了 像我这个传播真山美 我真山美不比你啊 所谓的戏有屋总 戏有居总啊 你这还厉害啊 呵呵又如何啊 一切尽在啊 好